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川普正式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 大家过去一直在猜测习近平政权这次会怎么样应对 他这次也提出了非常强硬的应对的政策 对美国的出口到中国商品征收同样的惩罚性的关税 也就是说大家现在真是针尖对卖盲 现在是刺刀剑红正式的在战场上开打了 那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习近平为什么要这么样做呢 大家来设想一下 如果习近平对美国的这种贸易大战 这种惩罚性的关税它摆出一副示弱的姿态 那么对中国的这个经济上的冲击可能会比较小 毕竟只有500亿美元的商品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那每年是4000多亿 这个贸易顺差就有3000亿 在这样的情况下500亿美元实际上并不影响中国的经济大局 但是习近平为什么针锋相对的对这个贸易战 对这个惩罚性关税提出反击呢 就是因为他要考虑到政治上的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他对美国的这种贸易上的惩罚措施 不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 那么他过去在党内做出的那种强硬的姿态 那么他在党内的地位就没有办法维持 他在全国老百姓当中是自己认为他树立起来的那种 大国之军的这个形象就没有办法保持 那么他这个形象一垮掉 他的统治也就结束了 所以说他为了维持他个人的这个集权专制 那为了维护他个人的政治地位 他必须做出这样的强硬姿态 虽然这个强硬姿态最终会把中国的经济拖垮 独裁统治 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只顾个人利益 他把个人利益绝对摆在国家利益之上 摆在全社会的利益之上 那么这一次大家又看得很明显了 各位体制内的朋友你们也要看清楚 这一次并不是中国和美国在开战 这一次是习近平个人在和美国开战 最后为了他一个人的利益 政治上的地位他会把整个国家推向和全世界对立和美国对立 会把中国的经济拖到谷底拖到深渊 这次贸易大战之后势必会引起第二轮的贸易大战 贸易大战的升级 最后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大幅度的减少 美国是中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么美国实施惩罚性关税之后 美国的其他一些盟国势必会跟进 最后会形成全世界的这些发达国家 发达工业国家在经济上在贸易上对中国的围堵 出口贸易大量的减少 那么外汇存底大量的减少 外资大量的逃离 最后就造成了人民币的汇率的崩溃 造成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 就在今年一定会发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的老百姓会面临着一个在经济上的极大的困境 中国的这个民怨会达到临界点 毕竟这是中共过去几十年的 对内对外的政策 所造成的这样的一种恶果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老百姓的这个全民上街的形式就真正的成熟了 各种条件就都具备了 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组织联络 过去有很多的人会怀疑我们 在我们三月份提出全民共振这个概念 开始推广全民共振的时候 很多人说现在时机不成熟 现在大家看见了这个时机是再成熟不过了 是到了瓜熟地落的这个程度了 大家再不开始加紧了这个组织 加紧了动员 加紧建立这样一种动员的网络 联系的网络就太迟了 我们这个民间一定要为这一次的这个大变局做好准备 这一次的这个动荡 这一次的经济崩溃 并不是由我们民间的力量推动的 而是由于中共过去的 他们长期的暴虐统治 他们的无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是由这些联合起来导致的 跟我们民间的反抗阵营 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在中共导致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崩溃之后 我们能够民间的力量能够迅速的崛起 社会能够迅速的重建 这是我们全民共振的意义所在 这是我们的这个反抗阵营的历史责任所在 我们现在要讲到底怎么样做 过去呢 大家对我们这个全民共振这个项目 有一个可能一个比较表面的现印象 就是你们就是在提倡 同一天上街 那五一七一十一 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从全民共振开始的那一天 我们在国内的发起人 和我们国内众多的同道 都一直在探索 在研究在实践 这个真正的让全民同一天上街 这个办法 让社会重新组织的办法 让在这个中国的反抗力量 在专制体制的严密监控之下 和高压这个统治之下 怎么样能够安全 能够迅速的集结的办法 那么现在呢 这个办法 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 这个探索 这么长时间的实践 那已经成熟了 我就跟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明暗两条线 同时推进 推进对中国民间力量的这个唤醒 动员组织联织联络 明暗两条线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在海外的这批力量 那这是明线 在国内的力量是暗线 海外的已经流亡到海外的 已经主动的来到海外 参与我们这个全民共争工作的 和其他的民运工作的 那还有海外华人社区的 这些真正的关心中国民主运动 愿意出力推动民主运动的这批网友 这批力量 这就是明线 那暗线呢 就是在国内的通道 因为我们国内的通道 面临着一个 这个专制机器的这个高压 所以我们不能够 在向中共体制发起总攻之前 我们不能够暴露我们的身份 我们要尽量的低调 尽量的隐蔽 尽量的在他的监控视野之外 来发展我们的力量 所以这一部分呢 是暗线 在宣传和动员上面是明线 这部分呢 也是必须得大规模的 来做利用现在的这个互联网 的自媒体的优势 利用各种各样的 现代的通讯工具 传播工具 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这是明线 但是呢 在组织 在策划上面呢 我们是要用暗线 现阶段呢 组织 一定要有 但是呢 又不能明显 所以我们推广的 就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包括呢 这个公民同城的方法 用社交圈的方式 我们每一个有志知识 有志知识的团队 用社交圈的方式 把当地的 把有反抗意愿 反抗行动能力的人 把它大家集合起来 一个地方几十个人 组成一个团队 在一个地方 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团队 这样大家又相互之间 有一些联系 最后啊 在全国就形成了一个 这个没有中心的 互相独立的 但是又互相联络的 这样的一个多节点的 多元化的 反抗阵营的网络 让中共啊 根本没有办法 进行全面的镇压 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宗教系统的 其他的这个体制类的人士 那么你们他们都有各自的发展自己的组织事例的办法 那我们就不一一论述了 还有啊 行动事件和时间 也有明线 也有暗线 我们向大家推广的 五一七一十一 这是明线 向大家推广的地点 要大家集中到少数地点 比如说省城的这个市中心广场 或者是交通疏流 或者是省委大楼附近 这都是明线 这些明线呢 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是让大家意识到 同一天聚集 在少数地点聚集 把民间抗争的力量 尤其是主动出击的 最初的出击的那一批力量啊 把它集中起来 把它最大化 然后呢 各地形成一个共振效应 产生最大的力量 这是我们的明线 但是呢 这么样的宣传 中共肯定要做出它的反应 他们肯定要调集所有的资源 来预防这件事情 这样双方之间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交锋 比如说啊 我们过去的五一 我们提出呢 在各个省城的 这个交通疏流 或者是市中心广场聚集 那么那我们的宣传在明处 力量在暗处 中共怎么办呢 它必须得防 即使是他们认为 五一 从三月初到五一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国内啊 组织力量 可能还达不到那种程度 但是因为国内的民怨非常的大 他们不能不防 哪怕是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性 民众上街的可能性 他们也必须集中权力 调动所有的力量啊 维稳力量 来防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所以他们呢 必须得消耗到大量的资源 来阻止这件事情 同时呢 他们在阻止的过程当中 又帮助了我们来传递 这个五一共振的这个消息 怎么样传递呢 他们在全国调动了 十万到二十万的警力 跟全国各地的 所有的这些政治意见人士 和群体性抗争的 这个组织者和核心参与者 对他们进行监控 约谈他们 警告他们 阻止他们那一天到省城 因为这些行动 就帮助我们传播了 这个共振的这个概念 让大家知道 哦 原来有这么一回事 全民共振 这是中共最害怕的 这是他们呢 要全力以赴预防的 动用中共的力量 来宣传 来传播我们的信息 这一点呢 我们做到了 虽然那一天 没有大规模的 这个街头集结 那也是正常的 推翻中共这么大一件 这个历史的大事 怎么可能 因为海外的一个团队呀 在运作了一个月之后 就能够实现 但是 中共还必须得防 这就是我们呢 这个成功之处 当然 这种成功是小的成功 我们现在 所要推动的 是真正的 大的成功 那就是在暗线上面 怎么样成功 现在 这个全国各地的 反抗阵营呢 实际上我们呢 这个人数是非常的多 力量是非常的大 只不过是 我们现在还是以潜力的形式存在的 我们是分散的 如果 大家都联系起来了 都能够把自己的行动调到一个频率 在同一天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 能够大家一起出击 那么这个维稳体系 这个网格化的维稳体系 它也就垮了 怎么样做到这一点 靠我们所有的 在反抗阵营的 这些有识之士 有志之士 大家一起来做 一起来联络 比如说 在一个地区 我们有十个 真正的 有反抗医院 有行动能力的 这样的有识之士 那我们不能够每天坐在一起 坐而论到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把当地的 在本地的 这个所有的 这些群体事件的 这个组织者和核心的参与者 我们把他们找出来 这个并不困难 把他们找出来之后 跟他们建立起个人的联系 你比如说这一次的卡车司机罢工 全国各地的卡车司机都起来了 你如果是 这个 上海的 这个维权人士 民主人士 那你这个时候 就会当仁不让的 去找到那个地方的卡车司机 如果他们已经上街了 就跟他们送水送饭 送温暖 跟他们建立起个人的联系 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 找到其中的一部分人 你就是和其他所有的那些人 那个地区的那些卡友 建立了联系 那么将来 你在这个时机到来 真正的要对全社会进行动员的时候 那么就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 就说我们哪一天 那某年某月某一日 所有的其他的阶层都要上街 你们一起上 他们受到了鼓舞 那么也就会 这个有意愿 也会跟大家一起来上 因为他们的诉求 在中共体制下绝对不可能达到 不可能通过一次罢工 两次罢工达到 必须得通过这个中共的 总体的这个崩溃之后 他们才能够实现他们的诉求 也就是说在中共崩溃之前 他们总是有上街的意愿 总是有反抗的意愿 只不过是我们一定要找到 这样的一个渠道 去动员他们 去激励他们 去鼓动他们 那如果是我们在一个地区 能够联系到十个 二十个 甚至是更多的这样的抗争群体 那么我们的动员能力 就可能是五千人 一万人甚至是十万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有了实力 这就是政治实力 政治实力不是靠金钱 不是靠枪炮积累起来的 是靠你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 你要有一个团队 你这个团队要能够动员起社会大众 这就是政治实力 我们民间人士 民间的抗争者 一定不要小看自己 这个能力我们发展得出来 我们可以在很短期之内 迅速的积累起这种实力 有了这种实力 我们就可以和世界上 任何强权能够抗争 我们就能够打败他们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我相信呢 现在的有识知识有知知识 只要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从零开始 大家都可以积累起这样的实力 因为现在反抗中共的人数 实在是太多了 对中共的这个厌恶 忿怒实在是太强烈了 民运已经快达到临界点了 这个时候已经有了99%的力量已经存在了 我们只要充当这个1%的一条线把大家串起来 这个工作现在一定要有人去做 而且呢并不困难 只要大家投入时间精力就一定做得好 不要说我没有学历 不要说我没有钱 我们只要有这个心 我们只要有这个意愿 我们就做得成 现在正是时候 我们现在这个全民共振团队也有一个评估的机制 我们在国内的发起人和国内众多的郑友和我们联系过的 那么大家在互相交流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把自己这个动员的能力做一个预股 就做一个评估 那么我们得到这些评估之后 就对全国各地的这个反抗力量 这个我们的动员能力大致的有这么样一个的这个估算 有了这种估算 同时在对整体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 社会的这个状况 有一个评估 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 我们到时候就可以和大家来一起来探讨 到底什么样 哪一个时间 哪一个时间 除了五一七一和十一 这三个时间 可能今后还要增加几个时间 这个明线的时间 向中共施加压力 让他们疲于应付之外 我们还要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暗藏的 真正的这个点火的那个时间 让中共没有机会能够反应的 没有机会调动他的这个维稳体系 来进行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呢 就建立在我们对反抗阵营力量 评估的这个基础之上 所以希望所有的人士 有知知识 大家现在要迅速的 那行动起来建立自己的这个组织网 动员网 然后呢 希望大家 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 前提下 那跟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我们不宣布一种方法 有些人总能找到联系我们的方法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方法越多越安全 各种各样的方法 跟我们联系 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 哪一个时间 我们应当 集体动手 哪一个时间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推翻这个专制政权 现在各个阶层的人都对这个习近平政权呢 已经非常的失望了 包括很大一部分的党内的朋友 甚至是包括在中共体制内的最高层的阿家族 现在都对习近平非常的失望 非常的绝望 在习近平的这个统治下 所有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所有的人都是没有前途的 所以现在在全民共振之前呢 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共识 就是必须得推倒习近平的个人独裁 而推倒了习近平个人独裁之后 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取代他 什么样的制度 体制能够取代他呢 那么我们大家都不可能回到 都不可能回到这个邓小平时代的那个制度之下 因为那个制度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那习近平是邓小平这个确立的这个制度的 这个威权制度的寡头制度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所以大家不能够再回到那一步 那么唯一的一个方向 那就是要走向民主宪政 即使是党内的人体制内的人 现在也有了这个共识 一旦习近平政权倒台了 那么中共就一定会解体 那么解体的那一部分 从中共里面这个出来的那一部分呢 这个有良知的人 有正义感的人 有见识的人 他们会怎么办呢 他们会组成一个新的政党 这个新的政党 他的名称极有可能叫做社会民主党 这是他们的出路 要建立新的政党 要把共产党体制内释放出来的那一部分 有意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让他们呢重新集结 让他们呢发挥出他们的优势 最重要的是民间力量 要迅速的集结 要形成这个推动民主转型的一个阻力 那么这双方的力量结合起来 形成共振 这个民主转型就会非常的顺利 就会呀 这个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了 一件最重要的 这样的一件历史使命 这件事情现在势在必行 希望所有的人 所有的同道 现在一定要迅速的行动起来 从现在做起 从我做起 行动起来改变中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